大家好我是Jacky 我們今天試駕是MG最新推出的電動車 MG4 而且跟一般的電動車不太一樣 大部分都是休旅嘛 這台沒有這台是先備車 所以真的是很特別的 來我們直接進入重點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MG4的X-Power的版本 它的馬力超級大 435匹 扭力61.2公斤米 0-100加速3.8mm就可以完成了 光看數據比911的KARELA S還快喔 這個真的是很誇張的 那第二個重點呢 你不要看它是先備車 它採用最新的MSP的模組換頂域盤 進行打造 所以說軸距拉得很長 空間比我們預期當中好上的不少 那最後一個重點 畢竟它就是MG嘛 那大家想想看MG當會來台灣 用什麼打響它的知名度跟名號 不是CP值 這台車不用想CP值一定很高 這台車正式上市的時間會在6月13號 我們預計大概會在120萬元左右 再用這個價錢買到400多匹 超級香 想知道更多嗎 來上車吧 順便說MG4的車內的 大家看一下喔 首先它的儀錶板採用的是7吋的配置 雖然說尺寸比較小 但它提供的資訊是非常非常多元 它可以分成三個 左、中、右 最左邊是ADAS系統的一些介面 然後在中間則是我們最常用的一些時速 或是電量等等 那最右邊則是車輛基本的資訊 等於說小但是很齊全 那這個方向盤也是MG的全新設計 它右邊對應的是儀錶控制 那左邊則是對應ADAS系統 首先你要操作的話就是按一下 然後用這個十字鍵進行上下的調整 我覺得使用上要習慣一下 但是其實用起來是還蠻直覺的 而且它這個螢幕還是有繁體的中文 我覺得這點是還不錯的 那中控螢幕方面則是10.25吋 這個10.25吋我覺得就還不錯 因為畢竟它的整個介面跟HS還蠻像的 但是在操作起來你會發現 它的靈敏度跟順暢程度 我覺得都會比HS來的好 那有一些東西要跟大家講 這台車除了可以充電之外 它還有V2L放電的功能 比如說在這邊你就可以發現 它有充電跟放電 你可以自己去操作一下 那這台車還支援有線的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連結 像我現在已經連好了 基本上按一下它就直接出來了 那使用上我覺得是確實還蠻方便的 那在下方還是同樣給我們實體的按鍵 Home鍵啊音量大小 基本上都在這邊調整 比較可惜的是呢 它這個空調系統 還是跟當初保持一樣 你還是要按進去再點一下 是相對來說我覺得比較繁鑊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覺得它整體的UI 其實設計的還蠻簡約 蠻方便使用的 首先左邊母選單 右邊則是直選單 所以你要找東西其實是還蠻快的 那你駕駛動能回收的系統 也可以從這邊進行調整 那MG PILOT 它是LV2的 等於說也是在這邊調整 我們剛好跟大家講 MG Phone是採用最新的MSP 純電的平台進行打造 所以說裡面要怎麼設計 都是純它們自己喜歡就好了 那這台車是鮮貝車 可是它還是要利用很多很多的設計 讓它的空間變得更好 首先呢就是這個 懸浮式的排檔座 上面是可以放手機的 而且它預留有兩個孔洞 那你下面的USB線 可以直接往上走 那看起來就會更為簡潔 是一個小巧思 那它這個USB 提供給我們一個Type-A 一個Type-C喔 鏤空的設計下面就確實是 蠻大的置物空間喔 自備架在這邊 還有一個額外的置物空間 也是可以把它關起來的 那中央扶手也同樣是有 等於說你可以發現 這台車雖然說小歸小 但是置物空間確實是很充足的喔 那除了這之外呢 你會發現這台車CP值很高 一定是售價的關係 那這個售價我覺得就會反映到 它車內的一些成本 以及誘料上面了 你就會發現 這邊雖然是軟子的塑料 但下面就是全部都是硬的 但這個軟子摸起來其實質感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好 那下面這個硬的當然也是 那它很強調 它的座椅是採用Arketara的品質進行包覆 那門邊也有 可是門邊上面呢 就全部都是硬質塑料 而且敲起來聲響相當清脆 我覺得是好聽的啦 我們剛好跟它講說 這台車第二個重點 它空間其實比預期當中來的好上不少 首先呢它的車長 4287mm 基本上比Yaris Cross還要短 那軸距呢 則是2705mm 拉的比RAV4還要長 所以說它的空間 真的是比預期當中好上不少 我185公分 前座是我標準座姿 我的膝蓋其實前座以外 還有3到4個指頭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已經很厲害了 而且他們有強調 這台車是有一點跨界的身份 所以說車高 比一般的先輩車來的高上一點點 所以說我的車內 我往後靠 頭不會完全到觸底 所以說你不會想到一個非常寬敞 但是也絕對不會很壓迫很緊迫 你還是可以坐得相當的舒服 這個我覺得是還蠻厲害的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馬3啊 或是Focus 這些跟它比較同級的先輩車 空間我覺得都沒有比它來的好 那這台車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是我們以前做到電動車 最討厭的就是它底板比較高 坐起來會有板凳桿 但是這台車完全不會有 因為他們強調的是 他們採用電池是比較躺平式 躺式的那種擺放方式 等於說它的電池高度 可以降低到11公分 一般電動車大概都是13到14公分左右 所以說這一點點公分差距 就確實有差 我這樣坐起來腿不用完全攻著 舒適性就會更好 就可以坐得更久 那我覺得這對於你的後座乘坐體驗 會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除了之外呢 它還給我們一點巧思 像是它的椅背 不僅有它的地圖帶 它連上面還可以放兩個手機 而且兩邊都有 所以這個設計我覺得是還不錯 可是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它一樣沒有後座出風口 可是呢 我們剛剛在開的時候發現 哇這台車的冷氣真的冷 絕對比ZS強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我相信冷房效果是不用擔心的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MG4 X-POWER 它的吸力強硬性表現 首先這台車它是沒有電動尾門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也無仿 畢竟它就是一個仙背車的車格 那它在這樣標準狀態下 可以提供我們360KM的裝載容積 最多已被放倒之外 可以來到1165公升 那這台車我覺得 它的整個行李箱的一些平整性 其實並沒有到很好 加上它其實是後面獨立 五連桿的設計的懸吊配置 所以說空間一定會有所影響 那這台車呢 它在行李箱設計還是有一點點巧思 這個底板是可以上下雙整的收折 現在目前在最下面的狀態 那把它掀起來可以有發現 下面其實放一些打氣機啊 補胎器等等 那這個隔板呢 設計的話你要把它打開來 才能往上放 那放上去之後 就會創造出一個很平坦的空間 你把椅背放倒之後 要放一些大型的物品 也是相對來說比較方便喔 那畢竟這台車MG4嘛 X-Power嘛 400多匹 開起來吧 我們今天試駕這台MG4的X-Power 它最大賣點 就當然是前後搭載的雙馬大嘛 所以說馬力超級大 435匹 扭力呢 61.2公斤米 0-100加速3.8秒就可以完成了 就是媲美911 Carrera的加速成績 這個是真的很厲害的 而且 等它售價出來之後 我相信一定會讓大家再吃驚一次 等於說 這樣子用這麼少的錢買到這麼大的動力 這點真的是直接給過啦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的 你要用少少錢買到大動力 目前真的只有MG4可以搬得到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很棒的喔 那這台車動力當然很強悍啦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它的油門調教 其實也算是還不錯的 首先呢 你輕輕踩的時候 並不會就是跟法縫一樣直接彈出去 這個是不會有的喔 你要油門稍微踩得再多一點 可能到20% 30%的時候 它的那種動力才會比較有 明顯的湧現那種感覺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 哇就噴出去就是這種感覺 對 你開電動車就是要這個感覺 不是嗎 什麼聲音都沒有 這樣就噴出去了 就是這種爽感 那我覺得MG4尤其是X-Power 一定可以給你這樣的爽感 那除了加速踏板調教的很不錯之外 我個人非常喜歡MG4它的煞車系統 首先 腳感並沒有到很顯性 它前段比較稍微柔了一點 你要踩得稍微深一點點 才會有比較明顯的自動力道 但是 當你踩夠深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台車的自動力道絕對是夠的喔 畢竟它的馬力就是這麼大 等於說你一定要煞下來才可以喔 那我們剛才試駕過 我們有全力衝刺 再全力煞車 它是完全煞得住 等於說你在開的時候 這方面的安心感 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喔 等於說 你要把這台車開得很輕鬆 很舒服 還是很戰鬥 完全就是取決於你的右腳而已喔 MG呢 其實一直很強調它的駕駛樂趣 可是就它之前在台灣推出的車款 像是HS 或是是S 我覺得表現都沒有到很明顯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的是 這台MG4的X-Power 絕對是有駕駛樂趣的喔 而且駕駛樂趣呢 不光只是炮彈飛車 你直線開得很快 動力很大就夠用了 操控底盤才是真正的精髓所在喔 那以這台車呢 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 其實第一個是轉向喔 首先 它這個轉向就真的非常非常電子 完全吃電子訊號進行作動 它的轉向我覺得 指向性不夠線性 再來就是手感有點過輕 還有一個就是轉向有點模糊喔 那這樣搭配起來 在開得比較快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 為什麼轉不過去 在修正一次的時候呢 全車的乘客就會開始尖叫 開始不舒服了 那你在開的時候 信心感我覺得也會有所影響喔 等於說你這台車 這種轉向設定 你就真的需要去習慣它喔 如果你以前有開過 其他性能的油車的話 這個轉向手感絕對不一樣 你真的要花時間去跟它相處 去跟它培養感情 你才會知道 欸 我轉多少轉得進去喔 那除了這之外呢 這台車的底盤 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它的調校就沒有這麼的硬派喔 它是比較Q的那種設定 我們在轉的時候 帶著速度進彎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支撐性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側傾還蠻明顯的 還有呢 這台車會有一點點上下的晃動 等於說我們在開的 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整個車輛起伏 會一直在那邊晃來晃去 簡單講就是飄啦 那個飄的感覺就是在你開的時候 會讓人有一點信心感不足 它當然可以開得很快 但是就是會有一點飄 你就是喔 這樣子過得去嗎的那種感覺 你真的會需要考慮一下 每次我們在開性能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就很想Push它的極限 但這台車就會讓你有一點點害怕 我會不敢再去Push它 因為它這樣飄的時候 信心真的會有所影響 但是我相信一樣 你花時間跟它相處之後 你摸清楚它的脾氣 包括轉向 包括它整個底盤設定 你一樣可以把這台車開得很有樂趣 很戰鬥 而且就是那一句話 它就是這麼便宜這麼快啊 這個就夠了啦 我現在把它這台車山路開完了 但我相信你 都是會每天把這台車拿去Pay嘛 日常使用才是大家最關心的喔 那首先呢 X-Power它搭載的是64度的電池 根據它們所提供的資料 續航里程是491公里 但我相信中國應該給的是 NEDC的測試標準 所以你大概打7折 就是你真的實際上可以使用的里程喔 那這台車的充電呢 採用的是CC-S1搭配J1772喔 10到80%可以在26分鐘之間完成 那根據我們在中國找的資料可以發現 你如果用慢充的話 大概需要9個小時 寫的是說你回到家如果真的是完全沒有電 插上去就是9個小時起步 真的大家自己去考慮一下喔 那我剛好跟大家講說 在山路上我覺得這個底盤真的是 相對來說比較軟了一點點 但是換到四驅行駛 這就是一個很棒很棒的優點了 首先真的夠舒服 再加上我覺得MG的車子一直以來 在台灣隔音的表現都非常非常好 MG4當然也是 所以說這樣子很舒適的一個動態表現 再加上很好的隔音 以及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 搭配起來就覺得 哇這台車日常使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我相信等到MG4正式上市那天 這台車會成為很多人生命當中 第一台電動車喔 所以說以前沒有開過 或是你是從小轉電的話 有一個東西你要了解 每台電動車都會有一個動能回收系統 MG4當然也有 它總共有四個模式 首先第一個就是E23 就是弱中搶 再來就是AUTO AUTO是最接近汽油車的那種駕駛習慣 首先你放掉油門之後 它會用滑那種方式 然後在當靠近車輛的時候 就會類似模擬你弄引擎 你牽引擎的狀態 緩慢的減速 所以我覺得這樣開起來 是相當很舒服的喔 那其他的模式 就在於說你放掉油門之後 它會用多快的速度 開始把車輛減速下來 那等於說你開到最強 你一放油門就這樣 空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開電動車的話 一定會覺得 哇真的是太不舒服了 可是當你習慣的時候發現 你其實可以用加速踏板 去控制它的減速力道 等於說 這個就是你在開電動車的 一點點小技巧 那這台車呢 除了這些動能回收模式之外 它還具備一個 One Paddle單踏板模式喔 顧名思義呢 你只要用加速踏板 就可以控制這台車的加速 以及自動 當然緊緊情況下 還是要踩煞車啦 那這個控制其實很簡單 你油門踩的越深 加速踏就越快嘛 那你要緩慢的放 它就會逐漸去控制 它的自動的力道 等於說你開得好 會很舒服很輕鬆 開不好 這就是一個噩夢 就是一直不停的 點頭而已 就是不舒服 但是MG4這樣子配置 我相信你之後真的買的話 可以自己玩玩看 應該還蠻好玩的喔 那這邊呢 我相信你對MG4 X-POW這台車 已經相當熟 馬力超強 國產馬力王 通緝馬力王 性價比之王 不做第二他項 那如果說你不是很在意馬力的話 它其實還有推出 另外一個入門的版本 那那個售價就會更為香甜 吸引更多人 踏入電動車的領域喔 所以說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MG4會不會成為你心目中 人生當中第一台電動車呢 留言告訴我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次社會再見啦 掰掰